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諸葛亮 請問一下 你是會巫術還是你有養小鬼幫你偷考卷呢 為什麼你就是高我一分 這什麼態度 你是故意的吧 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氣你 我當你對手也不配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當你是對手 用一分奪走的第一名 我不甘心 你這個人心機太重了 你根本就是在羞辱我 下一次你再努力一點吧 你少用那副懶洋洋的態度來耍我 我怕我用力一點就把你給氣死了 你才沒有那個本事 我用三句話就可以氣死你 什麼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氣死我 我不想這樣對你 說 我沒有在怕 你沒有朋友 不好意思 你不是要氣死我嗎 你真是笑死我好不好 我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的話請問他們是什麼 我沒有朋友 我告訴你 每一年的聖誕節他們都有寄聖誕卡給我好不好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雖然我 我都是 我是過了聖誕節我才收到 但 但欸 我跟你說 我Facebook上面每一張貼圖他們都有讚 每一張喔 然後又有留言啊 又分享啊 然後幾百個like 很多like 你有嗎 對 like 就只是 一大拇指 又又不是真的在讚我 我生日的時候 他們有幫我開party好不好 對啊 我們還吃得很開心啊 雖然 也是我買蛋 那又那又怎麼樣 那就證明我有本事 所以 為了證明自己的本事 我朋友的能力都比我差 都是次等的 無聊的時候 我就取笑他們 生氣的時候 我拿他們來吹出氣 然後 隨便買個什麼東西送回他們 就沒事了 你冷靜一點 對 我就是不喜歡跟能力比我好的人做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剛剛我們看到的片段是舞台劇三國 但當然不是小說裡的三國 而是在一個女學校裡的三國歷史課 劉備官與張飛在桃園機場結役 連周瑜諸葛亮也都是女生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香港鬼才導演 林毅華跟我們分享 她永遠很令人驚奇的創作人生 導演你好 你好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導演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片段 是其實若干年前您的四大名書之一 三國 楊兆曾經說過 林毅華把三國給毀了 但是就是因為把他毀了 才有可能從這個名書裡面 讀到當代的意義 我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林毅華究竟怎麼看名書好不好 因為我們看到的名書顯然 都跟您看到的不太一樣 其實我覺得看名書 就好像跟朋友 或許看任何東西一樣 他有大家告訴你說他是怎樣的 對 可是你自己去 課本上都是這樣教 對 只是你要自己去了解他的時候 是你跟他在互動 所以他跟你說的話 不見得是跟其他人說的話 所以我在看 比如說三國好了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以前聽人家說 又說這本書呢 講的就是有關 大家怎麼樣用心術 或許用謀略這些東西 來搶天下 到最後是誰得天下 可是我看到的 我看到很多男人在哭 非常多的眼淚 都是因為比如說 我非常希望得到他的心 可是我沒有得到 或許我對他有一些情感 我不敢表達 所以有很多的委屈 是這些男人之間的一些友誼 平常大家不會拿他出來講的 我就覺得原來男人也很脆弱 但是為什麼一直以來 歷史沒有告訴我說 三國這本書裡面 講的是男的脆弱呢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有這些脆弱 所以我才能夠看到這些脆弱 所以你剛才問我說 為什麼有時候我看到的名著 跟別人看到不一樣 對 我是用我自己的一些性格 人生經驗來閱讀 林依華導演 在那個時候講三國的時候 有一個關鍵字 就是看三國的時候 你是要看他的 如何 成功 成功 對 我其實做這個四大明珠 每一步 我都想幫自己找一個考試的題目 所以我問了自己一些問題 水武傳的時候 我就問什麼是男人 對 然後到西武記的時候 我就問什麼是 什麼是範特希 對就是幻想 然後三國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說 三國這本書是關於戰爭的 可是對我來講 戰爭為的是什麼呢 還不是輸贏嘛 所以我就問什麼叫成功 一直到最近我做紅樓夢了 我就問什麼是性 其實從包法力以來 林依華導演也做 是中國四大明珠 也做西洋的明珠 觀眾都會很好奇 因為你每一次讀到的明珠 都跟傳統很不一樣 但是你又讓觀眾想很多回去之後 以及會很期待下一次林依華會推出 怎麼樣她的觀點的明珠 你覺得你希望觀眾回去之後 或是說看戲之前 應該要懷抱著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我常常很感興趣 有什麼東西把我吸引到那個舞台 或許那個螢幕的世界裡面去 所以我常常說有趣很重要 就是你把故事講得非常的工整 或許這個起程轉合都是意料之中 那反而吸引不了我 但是這也恰恰有時候是我自己做戲 跟有一些觀眾對我的期望的相差的地方 因為我發現我們的文化好像有時候 觀眾看戲不是希望看到有趣的東西 而是看到熟悉的東西 以至我們的電視劇 或許我們的電影很多時候情節 或許那個故事本身 你越是天馬行空 可能觀眾會越覺得說好難懂 這個東西不在我的那個理解的那個範圍裡以內 然後我就產生一種距離 所以觀眾很多時候看戲 他是想找到那個熟悉的自己 而不是找到一個新奇的自己 或許一個新鮮的自己 我倒是比較喜歡說我的戲 能夠讓觀眾看到說 這個原來是我 而並不是說我進來就是要看到這個我 對 所以那個挖掘那個秘密的這個方式 或許是那塊鏡子 它不是直接的反射 它是通過折射 這是我做戲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樂趣 跟宗旨 以至有些觀眾 所以我的戲都很兩極 有些觀眾他覺得說很有意思 因為我不預期原來我看到自己了 但是有些觀眾都說 我平常照鏡子 我不是想叫到自己這個樣子 就好像拍照一樣 我永遠都拿個手機這樣的話 我的臉都特別尖 可是你今天突然之間從這個角度拍 我覺得這不是我 太真實的看到他自己 他沒辦法接受 我常說藝術對很多人來講 他大概分開有三個追求的境界 一個是美 一個是善 一個是真 我認為我比較傾向追求真 剛才說痛苦跟不快樂 我不認為是我獨特的地方 我覺得大多數人跟我一樣 我只是很平凡一個人 我想我的工作本身 就是要去讓這些東西可以 從自己發酵 然後感染到外面去 所以如果林奕華有一天不痛苦了 他很快樂了 我們可能就看不到你的戲 一定是瘋了 一定是因為傻了 跟台灣的演員這幾年合作很多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台灣演員跟香港演員 有沒有什麼特質上的不同 我覺得台灣演員對我來講 以我合作過的演員的華人演員來講 我覺得最特別一個地方就是 他們有很多生活的空間 怎麼說呢 這有點抽象 生活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就是 比如說在香港來講 我們從小到大可能就是 一定要遵守一些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說 你念書是為了你將來要吃飯 你吃飯是為了將來 你就是要給人家看得到 你可以吃得起什麼的飯 所以這個一步一步 你的時間線 你的生命線 它是並排的 可是這也有一種造成一種限制 這種限制就是說 舉個例子就是 我們沒有離家文化 因為我們地方比較小 所以很大程度上面 大家接觸到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可是台灣對我來講 即便是很年輕的演員 他可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他搭一個小時的火車 然後他來到台北 那已經是很近了 有更遠的 所以這個範圍的比較大 對我來講是一種生活的空間 導演最近這幾年跟台灣演員合作 覺得他們最好的特質是什麼呢 我覺得很能聊天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大部分的作品 必須要經過聊天這個過程 因為我其實很多時候覺得 作為一個導演我要做的工作很多 其中一個我也是一個裁縫 所以我要分拍角色的時候 我大概就拿著那個 那把尺吧 就是說我要怎麼量 然後大概做出來的那個樣子 那個比例是怎樣 所以這個量的過程就是溝通 就是我要通過聊天 通過問問題 然後丟出來 然後看看他的反應是怎麼樣 那因為我認為我的戲到現在為止 很少即便有改編名著 可是很少是一個現成的劇本 所以我從來沒有做過哈姆雷特 我從來沒有做過莎士比亞 所以變成說這些創作的部分 其實還是要把演員的特質 放在這個創作的範圍裡面去考量 所以認識他們其實很重要 那我覺得台灣演員對我來講 是在這一方面還蠻開放的 我覺得這個很不容易 因為演員也是非常脆弱 所以演員有時候他對自己的某些東西 他可能會覺得我不能讓你太清楚知道我是怎麼樣 我要把我自己放到這個角色 然後才讓你看見 那這樣的演員也有 可是我覺得我接觸到的有很多都願意打開自己 但我相信這可能也是因為導演的關係 就是一位好的導演會讓演員願意敞開心胸 跟他分享他的人生 或是跟他分享他的觀點 然後交付給導演 導演你覺得我最適合哪一個角色 所以林一華導演你覺得 作為一個導演他最重要的特質應該是什麼呢 到底要有什麼樣的特質才可以成為林一華 那有太多客觀的一些因素 不會是大家想知道也不會是大家想經歷過的 但是要說導演吧 我每天都在更新這個問題的答案 因為每天11點回去 1點鐘回去 然後突然之間有一個時間 要不就是在泡在水裡面要洗澡 或許就坐在那邊很疲倦的時候 就問自己今天有沒有什麼得到 學會了些什麼 導演你每天都會反省 我不知道這叫不叫反省 但是其實人也應該了吧 就是到這個年齡 如果都還沒有學會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跟沒洗澡一樣 每天你還是要在這裡洗一洗這樣子 然後我是一個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是沒有什麼自信的人 所以你必須要通過去質疑自己 然後才找到 我有沒有進步一點點 我有沒有比昨天堅強或許強壯一點點 所以你剛才說反省 我馬上就會覺得說 對我來講好像不是反省 只不過真的是幫自己打一個強心針 或許是起碼去問自己一些問題吧 對 你的作品其實是反映你自己的個人 就是林一華怎麼想 林一華怎麼生活 她怎麼看這些原著 非常誠實地就告訴大家 我呈現我自己 我的作品裡面是我的心得 所以我們就會很想知道 所以林一華是一個怎樣的導演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 導演你有沒有在生活裡面 哪一些事情是你很堅持不能放棄的 我是一個滿不快樂跟滿孤獨的人 所以 你這樣說我很驚訝耶 因為我覺得你的作品好好看 我不會做戲劇 如果我快樂的話 其實我應該什麼都不做了 或許我快樂的話 我起碼我覺得做一個導演 昨天我就是在想這個 起碼我做一個導演 我常常覺得別人的痛苦是我的痛苦 我的痛苦其實也是能夠在別人的痛苦身上看得到 所以這個痛苦我發現年紀越大 它不是越輕而是越重 從而也在這個越來越重當中 你也會學會放下 所以即便現在這麼多人在講放下 其實我常覺得說那個變成好像只是個口訣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藥就能治這個病 可是你真的要把這個藥放到你的身體裡面 讓它發酵的話 其實不只是說這兩個字這麼簡單 我想大家也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我剛才說痛苦跟不快樂 我不認為是我獨特的地方 我覺得大多數人跟我一樣 我只是很平凡一個人 我跟所有人都一樣 只不過我的工作容許 我有這些空間 或許我的工作本身 就是要去讓這些東西可以從自己發酵 然後感染到外面去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的自己 所以如果林毅華有一天不痛苦了 她很快樂了 我們可能就看不到你的心 一定是瘋了 一定是因為傻了 對因為受不住這個刺激 所以她就瘋掉了 所以就很快樂了 我覺得台北有一個東西 我現在講起來我自己都會眼眶紅的就是 什麼時間你都可以走出去 然後她是從來不拒絕你的地方 就是你的心情怎麼不好 我覺得在台北散步 你都能夠把那個心情撿回來的 我們一直說你的作品就是林毅華 所以大家很好奇想要知道 林毅華的快問快答 我們昨天在網路上公開跟朋友們 徵求你們想知道林毅華的什麼 那是懲罰我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蒐集了一些題目 我們現在要請林毅華導演幫我們回答 減答 怎麼才叫快 就是兩秒呢還是五秒呢還是 這就是考驗導演的反應 所以可以考慮個二十分鐘 可以嗎對不對 可以回答然後你可以減答為什麼 我通常都跟人說你可以Pass 如果你覺得很難回答我可以用Pass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導演比較嚴苛喔 因為今天是林毅華 好 林毅華的快問快答 請用三個形容詞形容你的個性 焦慮 矛盾 複雜 你的演員也這樣覺得你嗎 我昨天也問他們 他們這是綜合大家的答案是不是 他們會覺得我很傻瓜吧 第二個問題 你最喜歡哪一個小動物 我喜歡的小動物是大動物來的 我非常喜歡狗 但是我不喜歡小狗 我喜歡大狗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一隻大狗 所以我見到大狗的時候 我就會去飛離牠們這樣 那個老實說 我那天我在那個兩廳院外面 因為排戲累了我走出去散步 然後就遇到有一隻 牠一直在舔我一直在舔我 那天我就非常快樂 因為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當一次冰棍是什麼滋味 我都很喜歡吃雙麒麟 那天我就當了大概有十分鐘雙麒麟 牠一直在這樣 所以那天經過兩廳院的戲迷們 是有看到林毅華導演一臉陶醉 然後有一隻狗一直在舔牠 他把我的眼睛都完全給舔到飛出去 然後我就把那些照片寄給我那個朋友 他說很銀色 對 那個如果以後還想要繼續看到導演的戲 就千萬不要讓大狗接近牠附近 因為這樣牠就快樂了 對 千萬要 對 我是打算有一天如果我不導戲 我會怎麼樣的話 我就去照顧那些十二夜 就是我覺得對流浪動物 我對狗是非常非常 就沒辦法的 就完全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愛上的 對對對 我覺得說什麼煩惱什麼痛苦 只要看到牠們 有時候我都覺得說我都可以 覺得那些東西一點都不重要 好但是再過二十年好了 二十年之後我們再把狗帶到你面前 我們還想要看你的戲二十年 謝謝 孤島的書你會選哪一本 以前我會說《紅樓夢》 那做了這部戲之後 我就覺得也許我可以去看那些 我還沒看過 我一直都很想看的 我舉個例子 有可能是 尤里希詩 對 有可能 因為我一直 你會越來越焦慮吧 尤里希詩 就慢慢看啊 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讓你的心靈可以沉靜下來 然後讓你慢慢的就是從這個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要講快啊 要講變啊 那些空間裡面去幫你 就沉下心來 有可能下一個名著是這個嗎 要改變的 要改變的話 要看過才知道 對 好 《古蹈唱片》會選哪一張 《古蹈》 或是哪一個歌手也可以 這個蠻有趣的就是 我平常會聽一些怎麼樣的一些音樂 我其實是沒長耳朵的 所以我以前一直說 希望遇到一個愛人 他其實很會很會音樂 所以我就常說 我常常去巴結楊兆啊 就因為他很會寫這些 就是他寫古典音樂 你就會很想 還有膠原譜也是 所以我常常都覺得說 如果能夠跟他們兩個做好朋友就好了 因為在他們身上可以學到好多好多 好 《古蹈唱片》就把楊兆老師帶去 或者是膠原譜帶去 對 最喜歡台北的哪個部分 樹 樹 對 哪裡都有樹 我覺得 我喜歡台北的樹 我喜歡台北的天 是 然後我喜歡台北的散步 我覺得台北有一個東西 我現在講起來 我自己都會眼眶紅的就是 什麼時間你都可以走出去 然後它是從來不拒絕你的地方 就是你的心情怎麼不好 我覺得在台北散步 你都能夠把那個心情撿回來的 謝謝導演 最討厭台灣人的什麼個性 我記得九十年代中的時候來 我還是天天可以看到讀書的節目 還可以看到小野上一個節目 然後再談一些台灣的一些生活啊 或者怎麼樣 現在都沒了 現在完全就沒了 就很多時候我打開還是看到 就是說 一些對我來講說 芝麻綠豆 細毛蒜皮 但是把它放到很大很大的一些娛樂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讀書節目不可以是娛樂呢 我在聽那個主持人 在談那本書有多好的時候 我的心都好像你知道 吃了奶油蛋糕一樣 所以還是很甜的 還是非常豐富的那些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能不能把它真的是保留下來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在台灣也好 在香港也好 或許在內地也好 可是因為台灣曾經有過 香港一直都沒有 所以變成那個是我們可能一個追不到的目標 但是如果放棄我們曾經有的東西的話 很可惜 好 所以你是最討厭台灣人 忘記曾經做過很好看的讀書節目 是 此生覺得最浪漫的一個詞 此生覺得最浪漫的一個詞 我覺得還是孤獨 因為 我有時候現在比如說 我來了台北 然後我的愛人在香港 然後他就常常要自己吃飯 要自己回家 要自己度過那些時間 等一下導演你覺得他自己度過這些時間很浪漫嗎 之前我不覺得 之前我是覺得說對他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因為工作的原因 都不在他身邊 對 因為我身邊其實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所以不能說是孤獨 但是他就是要很孤獨的去面對那些時間 可是前兩天我突然之間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也是因為做紅樓夢 因為其實前兩天做紅樓夢 讓我突然之間明白一個事情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只有孤獨是真實的 我們每個人到最後 或許根本一生下來就是要面對這個真實 所以如果我們改換一個心情去面對這個真實的話 我們最容易看得到的是真實的自己 我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我就把這個想法跟他分享 我說突然之間我覺得沒有那麼難過 因為其實你在面對你自己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相信你是可以擁抱那個你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擔心你在那邊很悶呢 一點都不會 好 還要為一個那個非常憤恨的戲迷 問林奕華導演最後一個問題 你想要對那個票全部賣完了 但是買不到票的戲迷說什麼 就說導演也很抓狂 因為這撇除那些不斷接的電話不講 就是其實你拍一部戲出來 其實你還是很希望這部戲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你希望更多人能夠進來分享 我們幾個月很痛苦煎熬出來的那鍋湯 可是因為這個這個湯的份量還是太少了 對 所以有時候難免連這鍋湯的存在 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因為當你的戲賣一週賣完之後 其實主辦方當然也要考慮得到客服的問題 變成說宣傳就停了訪問也少了 結果其實這部戲的訊息 他就沒有辦法像預期那樣 希望他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他就變成好像是一個 只有你走進劇場買到票的人才看得到 他是個小圈子一樣 這好可惜 今天非常謝謝麗麟華導演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